第四集 第五集 第五集 她要走了 你干吗 她要走了 素儿 干吗 素儿 你太厉害了吧 我跟你说啊 就我这手艺 那在理发店 人家也是得尊称我一生老师的 你看之前那头发 什么玩意儿啊 跟着师身人面相一样 什么师身人面相啊 看看 真好看 你等一下啊 嘴巴给我嘟起来 干什么呀 干什么 自己抿一下 这样才好看嘛 送我的 送你的 不客气了 谁让我没钱呢 我告诉你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要多改变造型 我心情挺好的呀 挺好的 嗯 他要走喽 你干嘛 他要走喽 素儿 干嘛 没有啊 素儿 他又回来了 你说什么呢 看谁了 你到车上去等我吧 好的 好 没想到 素总也在 秦家原来是过来看朋友啊 过来看一下 下午就回公司 您喝水 谢谢 佑宁总 是公司的业务骨干 这次他出事儿 大家都很遗憾 方董事长 一直很惦记您 本来说好了今天 要亲自过来看看您的 不巧 又赶上集团 突然有会 谢谢 谢谢 我这次来呢 除了看望你 还有点别的事儿 您直说 素儿不是外人 你们聊吧 我到楼下超市买点菜去 家里冰箱空了 让我司机送你吧 不用 就在小区外边走两步 你们聊吧 请ata.